陪小欣欣要做的一百件是 鲨鱼轨道车开箱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鲨鱼牙齿好尖锐 还好不是真正的 那当然不是真正的 开箱吧 这有一个车先开箱 你是想要那个车是吗 并不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觉得车和玩具都好玩 这个是零件 需不需要我帮忙 可能需要 她说的好委婉 她说可能需要 鲨鱼的嘴巴好大哟 这个是说明书 我知道怎么拼 这肯定是放在这上面的 你可以的 没错就是这样 拼得很好儿子 这样有味 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联系我们 咋的啦亲爱的 遇到问题了 遇到问题了呀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需要 爸爸这些时候拼着你来拼吧 让我来试一下吧 哎呀 刚刚这个两个连接的地方 一直没看懂 幸亏有哥哥呀 哥哥在就是好 你看看你 你这是怎么在拼 这个明明是给你 这样子往上冲的 所以这个管道应该是在 这里 车从这边冲上去 啾 冲下来 衔接这个地方 啾 是的 我要有你聪明 我还能被你忽悠啊 真的是 我什么时候忽悠你了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轨道衔接起来 OK 最后一处 我们先简单的试一下 3 2 1 出啦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啊儿子啊 出事不腻啊 这个车是不是原配 不是 我们用原配车吧 对 用原配的车 再来 哇 哇 哇 好够啊 这才是对的嘛 把这个都浪费了 对啊 直接飞到鲨鱼的嘴巴里面去了 要不要再来一次 应该不要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 那我来玩 我也想玩 那给妈妈取二毛 哎 我知道 哦 哇 就是这样的 你让你妈妈试一试嘛 你弄 因为它好大方啊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哈哈哈哈 干傻子 你一次干傻子 妈妈出师不腻 好了 再来 耶 哇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又没想到 挑战失败了 他没有把船撞破 可以让爸爸体验一下吗 好 你帮我准备好 然后我来体验一次 我说1 2 3 然后你就发热 好的 那你 我先吃个泥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转折有点太快了 火腿肠 火腿肠啊 我给你 我给你一个 这个 好 谢谢 哇 你看 有儿子多好 有没有我的呀 有 天呐 你口袋里面全是吃的 是他好朋友家顺的 哈哈哈哈 给爸爸有一个吃的 是这个 为什么 哇哦 这个是牛肉 谢谢你 养儿子 幸不幸福 幸不幸福 妈妈好不好 好 好像不行呢 爸爸好不好 做好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要鱿鱼半秒钟 因为他怕打 哈哈哈哈 昨天小星星给爸爸打分 他给我打10分 然后我问他 我满分多少分 他说 100分 后面还说 那我给你6分 好吧 哈哈哈哈 对呀 本来有10分 现在只有6分了 哈哈 你爸爸哪里做的不好 你说 他绝对不改 哈哈哈哈 好 准备完毕了 请看我的精彩表演 我教你怎么玩的 你教我 我教你 好 准备 发射 哇哦 好刺激 好 各单位注意 哈哈 哈哈 就是这么玩的 爸爸就做上了 哈哈 儿子 你玩好了没 还没玩好呢 再玩这么长时间 可以吧 哦 啥 两个这么长时间 哦 对 那就是几分钟 十分 OK 全交 机会掌 喂 知识能量卡 我现在给小星星出题啊 历史上第一个红绿灯 是为谁准备的 马车 是不是啊 是的 真的吗 真的 恭喜你回答正确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听题了过 对对对 我想起来的 就是我们上次拍视频的时候 那个 《知识能量卡》里面的题目 小星星在旁边玩 她自己听到的 潜移默化的 请问 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是谁发明的 我知道了 苏克 开飞机的苏克 说什么苏克呀 A 华裔兄弟 B 莱特兄弟 C 海尔兄弟 海尔兄弟 哈哈哈哈 很遗憾答错了 正确答案是 莱特兄弟 那你再出 我跟他买个飞机 好 我再出题啊 请问 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是谁发明的 莱特 答对了 哈哈哈哈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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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题 请问 海洋中最聪明的动物是什么 海虎 你说我确不确定 你确定吗 确定 恭喜你回答正确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题啊 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是谁 杨立伟 还是联海胜 杨立伟 你说我确不确定 你确不确定 确定 恭喜你回答 正确 哈哈 你儿子有点飘 好 时间到了 我们要回家了 最大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我们 点赞 订阅 转发 做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